什麼事? 你剛才拍什麼? 剛才我本身好像這樣 我拿著手機 它一走過一舉高一按就已經中了 好像不用Full 你本身用什麼? 我本身選A91代 Full那一刻真的差豪宜 反應真的差豪宜 你用了Sony? 大概六七年了 六七年?差不多了 A72開始用 我第一部是A72 有七年嗎? 應該有 那是用來拍攝你的 速度? 我最主要是換A72 因為我比較小 因為我本身是以前用7D 但當我帶去外出 或者打出旅行 就好像在那裹幾噸重 很麻煩的 即是拍照? 對,拍照 但那時候真的是重 所以我換最主要是重量 對 但是你剛才用的白鏡也重了很多 開頭換而已 開頭換為輕的 之後就開始越踩越深 對,就接受現實 即是沒得再輕 沒有啦 因為那時候 為了再輕 我就是由A72 跳回到6300 再細部一點 再輕一點 對,買完6300之後 很搞笑地 兩個月就出過65 那我新行又換 換完6500之後 好像每個人都說 其實APS-C其實真的差勁 即是同一幅 其實我 這個廣告我相信 對,這個廣告我相信 其實你問我本身 在我自己用途 就分別不大 因為我最主要化妝輕 但始終這個是心理問題 所以到最後我還是換回全幅 換了什麼機器? 換了一部A9 這麼快換了A9? 直接換了A9 因為你主要拍那些 你插波拿那些運動 對,最主要要快 但你是站定拍他們跑? 對,站定拍他們跑 所以A9才搞定? 方便一點 因為真的明顯是快 即是像素已經是沒意思了 像素對我來說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又不是賺錢 我又不是用快帶著 什麼都不用 即是你社交網站都夠? 對,我只要快 但是現在換了一部A1C 之後試了 那麼多個像素給你之外 還有什麼多呢? 其實最明顯的分別是 當你的主體直向你的鏡頭 高速來的時候 那個反應是明顯有分別的 即是如果你說橫行 就真的不是太明顯 因為本身A1C已經很快 即是高速向你 即是對著你不斷去的時候 是明顯有分別的 從最遠去到最近對焦是比A9 嗯 多和中 不過你那個是第一代的A9 第一代的A9 就是多和中 是的 即是換得幾個了嗎? 嗯,可以的 即是在我的用途 真的蠻能撕到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用途 可能我是站在場邊 即是我看到A9的場邊 拍一些比賽的運動員在那裡繞圈 是 所以我經常都是直向我的 對高速的東西 即是很接近的 是的,很接近的 所以這個是 要很快的就很接近 是啊,沒錯 哦 而且剛才也試過 如果你不是對著主體 放下手 是 你突然之間有些東西想拍 一舉一按就真的中了 嗯 真的很快 開機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覺得 我真的覺得 你馬上開就知道 由On Off 至到你用得 是真的快一點的 這個未開鏡頭 真的快一點的 那這個事實來的 很多數據顯示 是 除了開機快 它真的能走到 不是每部機 只是開機快才能走到 是啊 其實穿是差不多的 就是 我第一代這部A9 穿機 穿機是差不多的 但不是立即使用到 哦 即是還差一點 是啊 但這部真的差一點 這部真的快的 開機那一下計都是 那過8K你有沒有用 8K對我來說 暫時 沒有 200格 200格就有 200格有什麼用 看動作 我有時候看動作 就是我有時候 影片有時候教班 都有些用途 你可以播超級慢動作 去刷別人的錯處 甚至乎N線有240格 是啊 所以 反而格數多重要一點 再除了25 對 即是240格 再除了25 你也有10倍 是啊 這個很好玩的 什麼錯處都出來了 哈哈哈 好啊 等你買來教學生 好啊 這個慢鏡真是不得了 有沒不得了 平時我們買開機都是需要這個的 200格的 其實事源他很快的 因為你看到 你身上這個是阿嫂的動作 你看到他的跨腳這麼闊 其實他會捉得很快 是他是出道運動員來的 好像是世界冠軍啊 不是的 他老公是 訪問了一個 那他是不是冠軍中的冠軍 是啊 你又對啊 人生正利組 唯一一個可以贏冠軍的就是他了 是啊 在冠軍之上 是啊 但是我見過的人 真的都快過無論的 但是 而且其實這個 他是迎著鏡頭過來的 那就是A1的追焦來講 你有沒有用過什麼特別技巧 沒有什麼的 就這樣按 追焦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 簡直沒有 沒有Lock or Focus 即是只用中間那一格 沒有燈螢幕 都沒有 因為說在對焦方面 就是今天 我啦 嘉豪啦 Colin 都真的 將這部A1上手 是亂試 今天我們亂用的 還是 我覺得其實是將所有拍片的難度 和門檻 都降到一個最新的低點 就正式的 我用完之後 正式的那句 買機送技術 是啊 我也驚嘆 我以前都不是這麼說 我用完之後 我發現 尤其是那天 用長鏡 如果完全是 沒有了以前的負擔 擔心 什麼都沒有 還有 你們 Sony 用家 有個 有個習慣的 通常 我一部機 Pass給另外一個朋友 就不會用的 就不會用的 你扔給我的時候 設定是你設定的 我真的突然間 不知道怎麼對焦 因為那些對焦不對 接著轉去按摩 接著我 我移出來按摩 嗯 它就咬住了 用回合 tracking 我現在這些片 我都是按摩 有8K 然後 忽然間 我吸了一些東西 整件事感覺就像iPhone 還有其實問題就是說 當你是較慢鏡的時候 你是特別容易看到 它的追焦出問題 就算好像 就像你用A7R4那樣 有時你重新對焦 它會不會錯一錯的 這部A1 不會的 我猜拱機的時候 譬如不斷堅持對焦 但是很多機都是一按半下 再追過 重新前後再追過 但是這部你完全好 慢慢地停下了 就沒有理理 沒有錯那一刻 你說再追過的東西 就是我用A7C和A7R3 全部都是 經常 對 全部都是 但是A7R那些都是這樣 連續用不到的 但是這部A1 完全是無縫融合 譬如轉光圈快門 你不轉快門 搓機基本上不覺得 即是你的R4機都會 對 全部都有 我以為我們這些用入門機 輕機就是而已 對 但是這次突破了 我保持夜晚塔8K 沒有問題 不過是全開1.4光彥的 再加上這支鏡是不錯的 你寫著Zoom Out是甚麼意思 慢慢Zoom Out 其實是電子Zoom 即是在剪片時Zoom 8K Zoom Y 哦 即是你用CAN BURNS 即是在剪片時 由8K慢慢Zoom Out 很方便 即是剛才Zoom In 的時候 其實是把8K剪到1080 是啊 明白 大家都看到完全是 舒服到神經病 用定焦鏡可以這樣用 我覺得很過人 不用太Zoom鏡出街 是啊 你當作4倍用 8K 4倍 嘩 50可以Zoom到200 是啊 我甚麼世界 我覺得很奇怪 我自己就這樣拍 但是剪片時Zoom一下 嘩 這樣就已經可以出來的效果 即是1-50 就去到70-200 現在就50 接著再Cup 不過是很滑的 我現在用5手提的 這個是防震的問題 是啊 內置防震的 就未去到鐵方 但是當你有8K的時候 你事後做任何防震都可以 是啊 就好過之前用Sigma那些的 就這樣Cup 但是現在就這樣 亂拍8K 就要事後Cup 很方便 不過現在就看到 其實那個 潘容度 我們甚麼都沒有動的話 其實剛才的光也很爆 其實A1在街上拍攝 真的有少少大財小用 哦 有甚麼意思 有錢嘛 我 但是拍攝生活東西的時候 對於人們沒有壓力 對啊 不是沒有壓力 反過來就說 普通人很應該用A1 因為你用A1在街上 譬如說我正常拍8K 每個人都覺得 你拿一部大機出來 我怎樣拍這些生活東西呢 那些是小機的 但是我覺得反而 這部我嘛 小機的了 叫小機的了 但是普通人用這部東西 真的一點感覺都沒有 真的沒有感覺的嗎 跟R4的樣子好像差不多 就是反而是 握起來的感覺 總量都差不多 一個 不懂得拍照的 反而就 有用 好像iPhone 所以普通人很應該用 因為完全沒有負擔 不會有錯 但是攝影外耗者 整件事真的很沒有感覺 不過這件事 我在A9的時候已經發生過了 就是 初初不習慣電子出塔 你拍照模範是這樣的 你簡想有痛苦 我覺得不單是這樣的 你玩相機 就是要征服機器 跟機器配合 即是人機入一 即是你有一個門檻 你才會 有門檻 很貴的 哈哈哈哈 有門檻的 即是我只是操作上有一個門檻 才覺得 有一個享樂 你也錯了 操作門檻是另一回事 帶不帶出街都是一個門檻 你願意帶iPhone還是A 這部可以做一些大光圈的 哦 潛景深那些 同時可以對老招 那這個是電話都未必做到的 大光圈那些 當然是做不到 很明顯 很多人覺得做到的 哈哈哈哈 現在還未用五萬元 來征服了器材的矛盾 是啊 OK的 我覺得 這件事很合理 我覺得A7C 起碼還有很多東西 它是需要靠我們 人腦和肢體去配合 沒有那麼明顯 很多人不需要這個東西 很多人覺得買一部機器 就要有這個技術 那這部肯定100%有技術 是 真的 真的很好 我都發現我呆了 覺得自己用弱智的態度去拍 真的拍到一些東西 好啊 很正常 我們拿去拍我們的相機帶 好啊 下去吧 好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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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